欢迎来到今天的云端世界 德都市我们今天要告诉你的故事 不过第一个我们要从台北市开始 因为台北市这个台湾最具国际代表性的都市 换上了一位新的市长 而他的第一道作风 就是拿一条200多公尺的道路工程 作为他的第一项政治的一个开刀的建设 花了三个工作天 事实上严格来讲就是一个工作的晚上 600万的经费 把八年来纷纷扰扰的台北市 中校西路的一个公车专业道问题 彻底的砍除解决 当然正如同柯文哲自己所说的 这是树立一个新的政治文化 至于如何解读 大家有非常多的看法 当然它解决的是一个前朝 一直没能解决的问题 而前朝为什么不愿或不敢去解决 当然没有人承认这点 而选择这个工程来做解决 当然也解决了很多的民怨 但为什么要如此急促 而且选在第一天来进行 当然也会引起更多的讨论 但不管怎么样 他做了 而且的确效率齐高 而且几乎是得到了所有民众一致的掌声 也许柯文哲的做法 真的在未来他的四年日内 将有不断的惊喜给我们 也许他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多的改变跟变化 也许他正是选民要投票给他的原因 也因此今天晚上我们一开始 我们就要来记录这一开始的这24小时 究竟柯文哲跟他新上任的交通局长之间 他们是如何沟通来达成这项协议 交通局长这位新的局长 他自己又赞成柯文哲的这项新政策吗 这一点我们可以进行了非常密切的观察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的确看到了低违效率性的一面 当然这个效率不能维持 以及公车专业道的问题暂时解决了 但更多的公车的问题 公车路线的问题 乃至于未来台北市整个都市的公车 以及交通路线的调整 是不是也一样能够解决得如此有效率呢 大家继续看吧 反正该拆就拆嘛 我想是一年多后要拆 那现在就提早拆嘛 当然是希望说越快越好 让台北市你看看我们的效率有头高 对就得错就错 如果当时一开始就认错就拆掉 不用浪费这八年的时间 要拆就赶快拆了 怎么拆到一年之后 那会早上夜深人静有多啊 一定是夜深人静啊 不然我也在大白天在那里拆啊 这次真的不犹豫了 柯文哲这位医生市长 一上任快很准 下刀割除他口中那看一天就怒一天的 中校西路公车专用道 动作之快又信手选前承诺 微信效率不到48小时 用行动做给你看 八年了换了三个市长 柯文哲摆明马好归他不随 二十五号这天 他一身西装笔挺进行交接就职 此刻他的手下就已经派人 在撼动所谓的前朝政绩 能搬的搬能移的移 二十六号晚上十点一到积聚就位 占空间又碍眼的公车站台 以及那名不正 言不顺的公车道走入历史 但此同时当初三千多万元的建设经费 也等于白费 更别说又多一笔近六百万的拆除费用 修正错误代价不小 更大的检视是被骂翻的大路账 拆了爽了 但根本问题解决了吗 台北车站周边特别是中校西路这一段 塞车家常便饭 每天上午尖峰时间 从中校桥引到旺去 往台北市方向这一边 根本是个停车场 大车小车打结成一团 由东向西走也好不到哪里去 北市交通局程公布 设置公车道前后的数据 下午尖峰时间 往东方向平均车行时间 增加15到35.4秒 往西则增加22.8秒 难怪公车道被诟病的一文不值 然而一再强调听取专业的柯文哲 其实也很清楚 现在才公车道他没说死 也许一两年之后还会再见 实际上更重要的是这样 整个台北火车站特定区的重整 包括北门高架桥拆掉以后 整个重化 北车特定区是什么东西 我们把镜头拉到高点 让你看个清楚 2015年底机场捷运通车后 2016年初临近北门的高架桥拆除 到时中校西路往西交通 有的上桥 有的转弯中滑路 路线怎么规划 大车小车要怎么分流 重责大任在他身上 站在柯文哲旁边一同面对媒体 他是中慧玉新任台北市交通局长 就有公车道拆还是不拆 公布记者会现场 他脸上有笑意 但一旁的柯P并没有百分百挺他 我就觉得说先来拆了 其实 入市府的前一晚 我们来到他待了23年的公司 在此前9个小时 他向柯文哲提出的建议是 公车道缓拆 希望拆件依次到位 但现在的他 对自己的建议 有点不那么肯定了 是失望吗 一定会有的 这一定是会有的 其实我就觉得 我们做规划的人 我们就像个传道士 那个传道士呢 你讲出句话 我不可能得到全盘的接受的 但是我假设我有百分之二十 我有百分之三十能接受 然后可以让我做这些改变 就够了 就够了 我很清楚 我不可能得到全部的赞 没有当过一天公务人员 但中慧玉原本所待的 鼎汉国际工程顾问公司 主要承接公家机关 委托的分析与建议 陈水扁担任市长时代 一手催生公车专用道的 交通局长贺诚 但也来自这家公司 对柯文哲最后没听他的 钟慧玉了然于胸 况且柯P也不是完全推翻他的规划 这些就是他在24号一早 关键两小时会议中端上的料 新局长没有忘情 公车专用道 你公车一道进来 然后分成两个站台 就像我车子这样走嘛 然后一人走一道 反正就只有一道嘛 对 到底市政府未来会怎么做 方案一是以不猜就有公车道 下去评估 把公车走中校桥 以及转中滑路 两个方向做区分 加一个公车站台 等于就有两个公车道 两个站台 但这样小客车只剩一个车道 可行度不高 钟局长自己先说no 方案二 旧公车道拆除 加大双边 分隔斜角 公车一线道进来 再做分流 小客车维持两车道 各走各的不交织 还有方案三 可能维持现状公车站牌仍然设置在人行道上 也不无可能 正就是因为这些提案 就公车道被判出局 柯文哲下令拆了他 但钟局长说 更麻烦的是公车路线 必须配合大调整 他透露 现在从钟孝新路转弯中华路的公车 每小时就有110辆 超过总量六成 不管公车道怎么改 铁定容纳不下 压力真的蛮大 这会不会比这个还要难 真的 这个对我来说 只是 七小时 披萨不可以 接受我们访问 局长的手也没有停着 因为这是离开原本公司的最后一晚 他从毕业后就没有换过工作 第一次打包离职 这个都是我自己的书 前台湾 改变世界的推手 第一次换工作的心情是什么 竟然问我第一次换工作心 这个 我就是那种 我只能说对这个地方 我非常的不舍 一个官位不浓的私人公司副总 没有不可亲近的距离感 与科匹并无渊源 但临选委员找上他 决定放手一搏 离职前 同仁特别制作一本手工书 让钟慧玉带走 局长加油 相信他未来的硬仗 绝对不会少 特别是忠孝西路 这一块的烫手山芋 还在烧 白天塞 晚上也堵的忠孝西路 一拖八年交通问题选而未解 市府换人当家新人新政 但选择上任第一天就出手开着第一刀 即便政绩超有感 还是很难不被解读是政治考量 专业的数据上做政治上的判断 如果猜了只有坏处那一定不会猜 那猜了也没有什么坏处 有一点小小的好处 那这就是政治判断了 但猜真的是市长最该做的第一件事吗 或许未必 柯市长的效率已被肯定 更重要的是力性疏微 至于能力如何 接下来他有四年的时间 可以为自己证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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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